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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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說我這個妹妹不疼你這個哥哥 這份禮物專門是德國買回來送給你的 說完去完工作假期 整個都不同了 對, 現在獨立了很多 不過話說回來, 你打算找什麼工作呢 之前也是做行政務 可能現在也找回那行業 不是吧? 你不是在德國裡沖咖啡嗎? 你回來又做行政務 做文職, 那些經驗就沒得用了 不同的, 充的 只是工作假期而已 我都不算是一份工作 那你打算怎樣搜到這份司法呢 其實工作假期有很多僱主心目中 都是不會視為一個全然的工作經驗 因為坦白說, 他很難知道 你在那邊有沒有工作 以及你一般的工作 都是未必相關的 但工作假期也不是完全沒有價值 你要推銷你自己的時候 你就要告訴他 你在工作假期內 鍛鍊到什麼的軟性技巧 例如語言 你在外國自然你的英文 就會鍛鍊得比較好 例如你比較獨立 以及你處事解決問題的能力 也有所鍛鍊, 比較提高 這些都是一些使得僱主 覺得工作假期也有價值的地方 曾經有一個求職者 他告訴我 他去韓國工作假期 他不懂韓文 這就表示他很大膽 他肯接受挑戰 他竟然去一個地方 他不懂那種語言 而他的英文在韓國 不可以使用 而表示他有膽識 所以這件事 也能反映到 他的優勝條件 謝謝大家